好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开车通勤 但是如果牵涉到路边停车使用者付费 不过高雄市瑞西街的停车费却是一接两制 明明是同一条街 东侧没有停车格也不收费 但西侧却依次计费 而且停车一次要收个30元 引来了住户抱怨 高雄市瑞西街从今年9月起实施路边停车收费 但过了一条土德街往前停 通通都不用钱一接两制 面前的车位仍然爱停 问题来啦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卡位大王 瑞西街停车一边要钱一边不用钱 西侧有化停车格的一次收30块 东侧没车格也不用收费 让住户大骂根本是抢钱 就是白天看不到车子 晚上就是车子会回来这样 当然是不收费比较好 问题是你不收费 他就可能变 我觉得就可能就没有再关你 去租很多车子 找不到位置停 里长联系 他也要也同意 希望我们在那边划设停车格 那未来也会纳入停车收费 听管处表示 瑞西街的停车格早在民国92年就划设了 因为没收费 常有车主久停不走或堆放杂物 因此从9月起逐步实施收费 未来不管东西侧两边都要收费 但现阶段的收费过渡期 让车主得靠运气抢车位 运气差抢不到东侧就得缴费啦 主要是香港配育 告详报道